越来越多年轻上海人不会讲上海话了 今天我们突击检查一下 松江大学生的同学上海话水平怎么样 请问你是上海人吗 对 上海普通新区 普通新区这么精确吗 对 上海普通新区双桥路 那会说上海话 不要 那是本地也会上海话 哥 这我也给 本地里 荆州奋独的侠啦 你跳我 我一直从年 就是小镇广 文阳刚上海话 就是欧里山 别的港人 刚上海我你越来越少了 那是哪能够干什么呢 其实阿拉哥 以前来的 刚上海我下期重要 能够我一直在港 买养金帮 但是我必须自己要干 我过着 能到社会上去 跟上海我干不好 你干嘛能 阿拉哥 我刚上海人 普通新区 然后上海我干过来 上海人吗 上海人 就阿拉娘不是上海人 阿拉鸭子 哦 那能够过 那能够过上海 还有死兵打开的吗 亲自没问题 这刚刚才有证观 我得给你个上 有的时候会夹一些普通话 那妈妈本子上海 那你比你上什么 我得给你个上海 一鹅都鹅了吗 一鹅了 阿拉娘是东北林 因为东北林 我得给你个上海 我应该阿拉子 没有高兴 打死了 打死了 我得给你个上海 我得给你个上海 从小我去 我得给你个上海 我得给你个普通话 哦 那到我当里想 你拉本子又干普通话 我当里的话 像小我出种 跟高中的东方 因为上海东话比较动的 所以也在港 那比较我当里想 我得给你个上海 12个上海舞士兵打给了 了 啥 level 幼儿园 余儿园 上海舞也得干嘛 营业养菌棒 肯定是小龙王帮 阿拉娘 不可能要是干上海舞 但是 到了四字 我就刚普通话务了嘛 小龙王 刚要推广普通话嘛 所以一个龙王帮 就不饿了普通话务了 你只是上海 你怎么干嘛 我也得干上海舞 干嘛 那我得给你 就是开除上海户籍 知道 同学您好 我想问一下 你会说上海话吗 我会说一点点 一年年 不是金色鹅 然后其实我从小就是 我爷爷来的带大的嘛 我只会金山话 所以我学会普通话之前 先学过的是 就是我们那边的本地话 也就是江西尔文 看到松江这边的 松江有错读了 就是有些词字完全不一样 我上海你 上海你那我就刚上海了我 我养金房呀 养金房 那能个养金房上海了吗 你到我 我发小一个眼睛 发小的眼睛啊 因为死了太紧了呀 我们就死了 我们就上海了我 是什么地方啊 我说我说我 就刚刚一天能 生毕业网友 以来江上海了我 不对了 这刚普通也有对 那你怎么看待 就刚刚一天 江上海了我 你越来越说了吗 我觉得其实有点可惜的 因为上海话 其实它还是有 它自己的文化底蕴 也有它自己的一些乐趣在的 就是你也希望 就是不是上海的朋友 也学习一下我们上海话 对 因为它其实真的很有意思 大二 大二是上海人吗 对的 会说上海话吗 会说上海话吗 我当时也认为上海话吗 大部分情况不会说 因为懂我这种普通的 对的 以来不会有上海话 如果有上海话 然后就老挂了 为什么有得自己说 对吧 以来是上海人吗 以来是上海人 但是可能就是 人生的 所以他说了 我听不懂 我是人生的 我只会经常话 也就是讲学习 看上海 以来是上海话 上海话越来越来越少了 那我们两个 可以说 所以刚上海话 你越来越少 但是刚 他说上海话 有个非常自贴 这个热情 也就是了 比方刚刚美好 但是我爸爸妈妈 就觉得能讲 他养经棒了 就不讲了 我就不讲了 我当时也不讲了 打击你 稀奇性吗 这不是 就是这样啊 就平时聊天的时候 而在嗓嗓的 我哭到哪里 而在比方聊天 就会用嗓嗓的 我讲 因为我都要亲切了 跟他一样 我能听不懂 都不在刚才 加密 对 这家乡话 大家都知道你是来哪里 但是听不懂 你在说什么 以上这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点赞 关注 收藏 下一期 我们继续让几位北京同友 来聊聊上海 上海男人 尤为要夸一下 上海女人这么多 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点个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见